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报道与分析节目 今天我们聚焦于委内瑞拉的新一轮示威活动 数千名抗议者涌上加拉加斯街头 指责现任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偷走大选 抗议者们坚持不懈 要求更换政府 甚至呼吁国家安全部队加入他们的行列 与此同时 马杜罗政府则强硬回应 军队和警察使用催泪瓦斯和橡胶子弹控制局势 已有多名抗议者被捕和受伤 委内瑞拉国防部常称这场抗议未政变 而反对派则指控选举存在舞弊 并强调他们的候选人实际上获得了压倒性胜利 让我们继续深入探讨这场政治风暴的各方观点和未来走向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 街头再次弥漫着愤怒和不满的气氛 数千名示威者涌入市中心 高呼口号 抗议现任总统尼古拉斯 马杜罗 Nicholas Maduro 偷走大选 选举结果揭晓后 马杜罗宣称胜利 这引发了民众的强烈抗议 他们表示 不会停歇 直至看到新政府上台 一名匿名示威者对BBC表示 他们发现了大选舞弊的证据 指控政府在半夜停止机票 意图掩盖反对派赢得的胜利 我们绝对确定选举被偷走了 我在投票站工作 政府不承认这一点 他们在半夜停止了所有投票机票 他们不想让世界知道他们输了 这名示威者说道 他还补充 支持前领导人查维斯 Hugo Chavez的查维斯主义者 Charles Vistas中 许多人现在也背弃了马杜罗 这是一个非常和平的抗议活动 但我们昨天看到的情况相当暴力 我相信以前是查维斯主义者的人 现在也不再是了 与此同时 委内瑞拉军队和警察 依然忠于马杜罗 并对部分抗议者采取了强硬措施 发射催泪瓦斯和橡胶子弹 据地方官员称 已有约750人被逮捕 两家主要的非政府组织表示 迄今已有数名民众死亡 数十人受伤 委内瑞拉国防部长弗拉基米尔 帕德里诺 Vladimir Pedrino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马杜罗总统拥有军队的绝对忠诚 和无条件的支持 委内瑞拉的抗议活动一直在持续 反对派领导人玛利亚 科琳娜 马查多 Maria Corina Machado 呼吁示威者保持和平 他说 我们必须以和平的方式行事 我们不应陷入政府设下的挑衅陷阱 他们想让委内瑞拉人彼此对抗 他坚信 反对派候选人 埃德蒙多 刚萨雷斯 艾蒙德·根沙拉斯 已经赢得了70%的选票 并鼓励曾经支持马杜罗的民众 站出来 与他们站在一起 在这场充满紧张和对峙的抗议活动中 一些示威者对未来感到担忧 朱利奥 德比斯 Hulio Derbis 向BBC强调 我们将战斗下去 我们希望通过街头压力 能够推翻总统 想要继续掌权的企图 警察是我们的邻居 我们生活在一起 他们需要明白 需要加入争取所有人 共同利益的战斗 另一名示威者卡里纳 平托 Karina Pinto 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 我们必须走上街头 因为这是唯一的方式 我们不支持暴力 但政府很暴力 我们必须做出回应 然而 马杜罗的支持者 也在街头表达他们的声音 一名支持者 南希拉蒙斯 Nancy Ramones 坚定地表示 我支持我的政府 就是那个获胜的政府 尼古拉斯 马杜罗总统 我支持他 因为他是代表和平的人 反对派说的那些 都没有证据 如果他们说 选举存在舞弊 就必须证明 反对派对选举结果的质疑 并非空穴来风 美洲国家组织 OAS 指责委内瑞拉政府 完全扭曲了选举结果 反对派联盟坚持 他们已经审查了73.2%的投票统计数据 表明 贡萨雷斯 以很大优势胜出 贡萨雷斯本人也对外强调 我们有记录显示 我们的胜利是绝对的 在数学上是 无可逆转的胜利 但委内瑞拉全国选举委员会 依然宣称 所有票数 均以统计完毕 结果是 现任总统胜出 此外 长期支持马杜罗的检察长塔雷克 萨布 塔尔克萨布 警告称 被捕者将被指控颠覆政府 最严重情况下会被控恐怖主义 反对党人民意志 Popular Will 强调 现在被拘留的 包括该党的全国政治协调员 弗莱迪 苏帕拉诺 Freddy Soprlano 该党警告称 执政党政府正加强力度 镇压要求 政府公布投票数据的人士 住在佩特雷市 Patrick的朱利奥 德比斯 Hulio Derbez 对BBC坚决表示 我们将战斗下去 我们希望通过街头压力 能够推翻总统 想要继续掌权的企图 他强调 警察是他们的邻居 生活在一起 因此也需要站在同一阵线上 在这场抗议中的另一名示威者 卡里纳 平托 Karina Pinto 指出 他认为 此次抗议 与之前的反政府示威不同 我们必须走上街头 因为这是唯一的方式 我们不支持暴力 但政府很暴力 我们必须做出回应 他说道 安全部队必须站在我们这一边 他们也是委内瑞拉人 他们不能反对我们 因为我们跟他们一样 都是人民 然而在加拉加斯的另一边 马杜罗的支持者也在街头聚集 南希 拉蒙斯 Nancy Ramones 坚定地表示 我没有在抗议任何事情 我在支持我的政府 就是那个获胜的政府 尼古拉斯 马杜罗总统 我支持他 因为他是代表和平的人 他坚信反对派的指控毫无根据 并认为 他们总是有一些隐藏的政治目的 另一位支持者 米拉格罗斯 亚罗查 向BBC强调 在这里 真正获胜的是尼古拉斯 马杜罗 这里是代表尼古拉斯 马杜罗的人 我们要和平 在普遍的不满情绪中 委内瑞拉的反对党 已经团结一致 支持贡萨雷斯参选 试图在马杜罗执政11年之后 推翻他的政府 近年来 近780万人 逃离了在马杜罗政权下 饱受经济和政治危机困扰的 委内瑞拉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沃克 特尔克 Volker Turk 表示 他对委内瑞拉日益紧张 和暴力的局势深感担忧 呼吁当局尊重所有 委内瑞拉人和平集会 和抗议的权利 委内瑞拉的未来 充满了不确定性 街头的抗议和激烈的对峙 仍在持续 这个南美国家的人民 正在为自己的未来而战 无论是站在街头的示威者 还是支持政府的市民 他们都在为自己 所坚信的理念奋斗 在这场纷争中 谁将掌握未来的方向 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 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嗨 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聊聊 委内瑞拉的热闹局 这次的故事背景 是总统选举 你们知道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街头 正上演着现实版的政治大戏 数千名市民走上街头 抗议现任总统尼古拉斯 马杜罗偷走了大选 不过 目前军队和警察 依旧站在马杜罗这边 用催泪瓦斯和橡胶子弹 对付抗议者 而反对派则坚持和平抗议 人们对选举结果的真实性质疑不断 示威者们甚至声称有舞弊证据 哇塞 这可真是够戏剧化的 反对派领袖 马利亚 柯琳娜 马查多 呼吁大家冷静 不要被政府的挑衅激怒 他说他们赢得了70%的选票 但这话听起来像是胜利者的宣言吧 马杜罗的支持者则坚持他合法获胜 看来双方都觉得自己是正义的一方 最令人大跌眼镜的是 马杜罗所属政党的选举委员会主席 宣布他成功连任 这也引发了更多质疑 难怪有人说这是一场好戏 不过这可不是演戏 是真正的政治对抗啊 委内瑞拉的国防部长和检察长 也站出来助阵 称抗议活动是政变 并对反政府人士进行打压 反对派人民意志党表示 他们的政治协调员也被抓了 哎 这情节发展的简直像电视剧一样 而支持贡萨雷斯的反对派联盟则表示 他们审查了71.3%的数据 坚称自己数学上无可逆转的胜利 看样子 双方都在拔河 两边都不想退一步 这个局面会不会演变成 更严重的暴力冲突呢 在街头情况同样紧张 部分抗议者希望通过街头压力 推翻马杜罗政府 甚至呼吁警察和军队站在他们这边 另一些人则强调 他们并不支持暴力 但如果政府继续打压 他们也不会坐以待毙 哦 天啊 这是要火星撞地球的节奏吗 不过马杜罗的支持者也不甘示弱 他们在另一边高喊支持 坚称马杜罗代表和平 听起来像是两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群体 委内瑞拉的反对党们团结一致 试图用贡萨雷斯这个候选人来推翻马杜罗的政府 要知道在马杜罗执政的11年里 委内瑞拉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危机 导致近780万人逃离这个国家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克特尔克对此深感担忧 呼吁当局尊重人民的和平集会和抗议权力 看来这场政治大戏还远没有羡慕 观众们请坐稳了 这后续剧情可能会更加精彩 总结一下 这是一场关于权力、正义和人民意愿的复杂对抗 无论你是支持哪一方 委内瑞拉的局势都值得我们关注 这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 更是全球化时代下权力与民意博弈的一个缩影 希望这个国家能早日迎来和平、稳定和繁荣 好了 朋友们 今天的政治大戏点评就到这儿 我们下期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在南美国家委内瑞拉 总统选举结果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 现任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尼克拉斯·麦多罗 宣布在大选中胜出 引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 抗议者指控选举存在严重舞弊 并指责马杜罗偷走大选 此次选举的争议性结果揭晓后 首都加拉加斯成为抗议的焦点 数千人走上街头 要求重新选举和马杜罗下台 委内瑞拉的政治危机并非一朝一夕形成 前总统乌哥、查维斯、Hugo Chavez 在1999年至2013年间执政 为国家带来了深刻的政治和经济变革 但也留下了明显的社会分裂 查维斯去世后 马杜罗接任并延续其政策 然而 马杜罗执政期间 委内瑞拉的经济状况急剧恶化 高通货膨胀 食品和药品短缺 以及大规模贫困问题 使得社会矛盾愈加尖锐 此次选举 委内瑞拉全国选举委员会 CNE宣布马杜罗获得51%的选票 领先反对派候选人 埃德蒙多、刚萨雷斯、Edmondo Gonzalez的44% 然而 选举过程以及结果的透明度受到质疑 反对派指控选举存在严重舞弊 包括投票站关闭 计票过程中断等问题 反对派领袖 马利亚、克林纳、马查多、Maria-Karina Machado 声称 他们的候选人实际赢得了70%的选票 并呼吁抗议保持和平 避免政府的挑衅 马杜罗政府对抗议者 采取了强硬镇压手段 军队和警察依然忠诚于马杜罗 使用催泪瓦斯和橡胶子弹 对付示威者 根据地方官员和非政府组织的报道 已有数名民众在冲突中死亡 数十人受伤 约750人被逮捕 国防部长弗拉基米尔·帕德里诺 Vladimir Padrino 将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马杜罗总统拥有军队的 绝对忠诚和无条件的支持 并指责抗议活动 是企图发动政变 反对派联盟坚称 他们已审查了大部分投票数据 认为刚萨雷斯胜选的结果 在数学上是无可逆转的 美洲国家组织 OAS也指责委内瑞拉政府 扭曲了选举结果 反对党人民意志 Popular Will 党全国政治协调员 弗莱迪 苏帕拉诺 Fredis Perlano 被捕 进一步激化了紧张局势 国际社会对委内瑞拉的局势 表示关切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沃克 特尔克 Folker Turk 呼吁委内瑞拉当局 尊重人民和平集会和抗议的权利 并表达对日益紧张和暴力局势的担忧 与此同时 委内瑞拉国内逃亡的难民数量 也在不断增加 据统计 已有近780万人 因政治和经济危机 逃离该国 委内瑞拉的未来 充满不确定性 尽管反对派和大部分民众 对现任政府深感不满 但马杜罗政府的强硬立场 和军队的支持 使得局势极为复杂 抗议活动 虽然展示了民众追求变革的决心 但马杜罗政府的镇压手段 和对权力的控制 使得反对派的改革道路 充满挑战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谢琪琪 马杜罗偷走大选的指控 像是委内瑞拉版的 偷走我的汉堡的笑话 我们有数据显示 反对派赢得了70%的选票 这不只是数据问题 更是人民意志的体现 示威者们上街抗议 不仅是反对欺诈 更是对政府腐败和无能的强烈抗议 这次示威正像是马田路德金 在1963年华盛顿大游行一样 是为了公平和正义战出来的时刻 楚天书 你的数据从哪里来的 70% 这就像是说 我要成为下一个爱因斯坦一样可信 马杜罗获得了51%的的票率 而且委内瑞拉选举委员会 已经确认了这一点 我们不能因为反对者不满意结果 就说选举有舞弊 这就像足球比赛中 一个球队输了 就说裁判偏袒 对方一样荒唐 你故意忽视了军队和警察的忠诚 这个国家不会因为少数人的不满而改变方向 奇奇 你好像忘了 这不是一场足球比赛 而是关乎人民生活的重大决定 你提到的选举委员会 主席可是马杜罗的前法律顾问 这就像狐狸看守机设一样 公正性何在 再说 承认反对派领袖的美洲国家组织 OAS早已指出intihabetun舞弊情况 就像历史上的水门事件 真相最终会浮出水面 你能说这场选举没有疑点吗 楚天书 你这些指控严重的就像指控奶牛偷走了月亮 你提到的美洲国家组织 可它一直对委内瑞拉政府有偏见 公正性何在 而且这些示威者的行为更像是试图引发政变 而不是和平抗议 国防部长已经说过 他们会镇压这些所谓的政变 这就像罗马帝国时期 如果有人试图推翻凯撒 他们面临的将是严厉的惩罚 其其 你把抗议者比作推翻凯撒的叛徒 但实际上他们更像是争取民主和正义的英雄 就像法国大革命中的那些人民 他们的抗议是和平的 只是因为马杜罗政权的暴力镇压 才出现了流血事件 你说的政变 更像是一种政府的恐吓手段 马杜罗的支持者说他是和平的代表 但现实是 许多在他的统治下生活的人 却天天面对暴力和饥饿 楚天书 你的这些煽情言论 就像是加了盐的咖啡 让人难以下咽 你提到的法国大革命 可不全是和平的 它充斥着暴力和混乱 马杜罗的执政确实有问题 但要用这些不确定的指控 和暴力抗议来推翻它 这只会让国家陷入更深的混乱 这就像医生给病人开错了药 不仅治不好病 还可能引发更多的健康问题 我们需要的是对话和改进 而不是无休止的指责和抗议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 美洲 亚洲的顶尖科技 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 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 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 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 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 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 国际交流 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 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 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 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 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 更好地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六度WorldP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